由物色施职会以及水沙联社区医疗群等单位承办的 关怀心、甜蜜情、关怀糖尿病健康讲座 日前在普里镇一文中心举办 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 宣导糖尿病的预防以及平时饮食习惯等的正确观念 吃、肚、穿、运动、各方面要如何配合 这个瓶给我们吃饭了 大家都对糖尿瓶有 还有一部分了解 由于糖尿病多数是遗传产生 而时代的进步 糖尿病患者只要能够按照正确的饮食习惯 也是可以健康的生活 县医院王彩莹也提醒乡亲 身体的健康需要自己来照顾 早睡早起饮食习惯正常 大家也都能够活得快乐又健康 有糖尿病的家族遗传的一些朋友们 我们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提早发现、提早的治疗 先议员吴国昌肯定失智会以及水沙联社区医疗行 能够举办这场有意义的讲座 也提醒乡亲 如果罹患糖尿病也不用惊慌 只要透过正确的饮食习惯 也可以让生活一如往常 糖尿病可以透过医师专业的教导 让您也可以与一般人一样的健康 先原料之城也提醒乡亲 如果罹患糖尿病一定要尽快就医 学习正确的观念 由于现代人吃得好动得少 也是容易造成糖尿病的产生 先议员临方语也希望乡亲平时能够注意饮食习惯 适当运动才能拥有健康的身体 如何让他们吃得更健康 如何着重于他们的运动 我相信他们会活得更健康、更乐活 由于糖尿病大多是不正确的生活 以及饮食习惯来引起 副医长潘逸全也呼吁乡亲 应该要养成良好的健康观念 早睡早起、不暴饮暴食 有健康的身体家庭才能够幸福美满 记者陈伟一普里采访报导